这炼石杠是我本命魂祭 能祭练一切生灵 为我所携手 先天灵地的血 我很想要 靠 他居然打的是这个主意 叶赵阳睁睁地看着他 这个美女跟苏摩一摸一样 果然跟他一样疯狂 算你狠 叶赵阳愤愤地骂了一句 一边吊际钢器 抵御着燃烧的湿气 一边苦苦地思索着逃身的办法 猛然间想到什么 叶赵阳忍着体内的痛苦 拿出的阴阳镜 在上面点了一下 把美华召唤出来 老大 这是什么地方啊 美华看到周围的处境 立刻惊叫起来 你先别问了 先试试 能不能冲出方言 他之前已经试过了 炼石缸坚不可摧 上方的机器 以他天师都不到的修为 也是无法冲开 实在没办法之下 只有叫出美华出来了 美华开始尝试 毕竟发现了美华 但是没有阻止他冲撞封印 他现在一面控制尸气 一面还要维持封印 也是不可能腾出手来对付美华 况且美华跟叶赵阳在炼石缸里 只要锁死结结 就能将他们两个炼化 无非是时间问题 在叶少阳说出自己是先天灵体的时候 毕竟就打起了他的主意 将他从古墓里带到这里来 无非是怕之前那几个人取而复返 在他做法的时候 是不能被打断的 而那几个家伙都是强者 毕竟不想节外生枝 又多了一个 修为还不错吗 很好 毕竟舔了舔嘴唇 你个变态 叶少阳骂道 只为了分他的心 因为尸气是他控制的 他分心的话 尸气燃烧的强度也会减弱 总能多拖一会儿 不过他没有用大道理 去骂他这么做是错的之类的 对于这种邪恶来说 对于善恶对错 根本就没有任何顾忌 否则也不会把他自己给炼了 叶少阳突然有一种化身唐僧的感觉 老大不行啊 美华用尽全力 结果还是打不开结界 自己也被烧得够呛 叶少阳叹了口气说 那你先回阴阳境里 我再想办法 不 要死一起死 老大不在 我怎能独活 虽然是百年之后的主人 但是美华对叶少阳还是全心全意的 绝不愿意抛弃他独立求生 叶少阳想了一下说 阴阳境里有一件法器 你可以帮我拿出来试一下 就在那个小房间里面 那老大你等着 美华不宜有他 纵身钻进了阴阳境中 叶少阳立刻拿出了朱砂笔 在阴阳境上画下了一道敷衍 碧青看在眼里说道 你这是干什么 封印出镜面 不让他出来 免得他跟我一起被你练了 如果真的要死的话 自己绝对不让美华陪葬 阴阳境是道门法器 自己的封键 一个普通人都可以擦掉 但是邪物不行 就算碧青再强 也没有办法回去阴阳境上的封印 美华是安全的 碧青眼神一动说道 你倒是很仗义 叶少阳冷恒里声说 反正不像你这么冷血 简直不是人 你接着吗 我不生气 呵呵呵 碧青和和地冷笑了几声 你 叶少阳也是无语了 体内的刚气很快就被消耗殆尽 得想个办法 叶少阳上下望着碧青 目光落在他脚上 碧青身穿长袍 却没有穿鞋 又因为悬浮在半空中 一只小小的脚丫子 暴露在叶少阳的视线中 我说 你的脚很漂亮啊 又白又嫩的 叶少阳两眼放光 什么 之前对叶少阳任何挑衅的 无动于衷的碧青 终于是变了表情 似乎有点害羞了 叶少阳顿时感觉到 实际的压力小了很多 自己的办法奏效了 好看呐 又白又嫩 只要是摸一把 嘿嘿 这感觉肯定不错 你 碧青居然有点脸红了 原来你也会害羞吧 是不是 你很喜欢我这么说 我告诉你 我有练足情节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叶少阳满口胡说了一对 碧青从来没听过这么呜的话 出于女性的本能 被他说的是满脸的飞红 心惊肉跳的 连心态都不闻了 对着尸气的操控力也越来越弱 闭嘴 你个混蛋 碧青大鹤里上 左手一扰 迸发出一道轻光 将自己浑身罩住 然后身体下落 盘膝坐在地上 辱定了 对于外界的一些声音之类的 他都听不见了 也看不见了 神石之中 只有那一团在炼石缸里的湿气 还在熊熊燃烧着 彻底没戏了 叶少阳也只好收敛心神 在炼石缸底部坐下 体内的钢气越来越少 五脏六浮也越来越热 他感到了自己的血在沸腾 叶少阳感觉自己的意识 开始模糊了 仿佛进入了一个幻境 周身跳动的火焰 也化成了一个个的冤魂 围着他上上下下各种哭号 刺激他的耳膜 这些 都是被炼石缸杀死的人的冤魂吗 叶少阳仔细看去 这些不是冤魂 应该是一些残念神识 被留在了炼石缸里 他们的魂魄 应该早就被 毕青或者炼石缸之类的 主人给炼化了 只剩下一抹残念 还留在炼石缸里 叶少阳塌了口气 不再管这些 开始用大周天 吐纳心法调息 恢复本体的缸气 虽然调息恢复的速度 远低于消耗的 但目前也只能这样先维持了 叶少阳尽量一心两勇 保持清醒 死寸出去的办法 不到最后一刻 他绝对不会放弃 但是 现在是最后一刻了吗 死亡从来没有像眼下所经历的这样 离自己这么近 其实办法还是有一个的 就是自己魂魄离体 进入阴阳境中躲起来 这样能够保住魂魄的周全 不过身体却是没了 从人类的意义来说 还是死了 自己当然不想死 大周天吐纳心法 一个声音在耳边响了起来 叶少阳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左右看去 并没有人 随即也想到 也许是自己神识里在问的 于是也在反问神识 是谁 是谁